旧金山驻华办公室携手智美国际 本月27日至28日 在素有科技创新之都称号的旧金山市 举办了首届中美创新与信用峰会 上百位中美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应邀出席 我们中国18大之后 我们全国属于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 属于这么一个氛围 所以今天开这个峰会 真是双方契合点非常好 2015年中美企业对美投资增长 60.1% 达83.9亿美元 旧金山市是中对美投资的重地 越来越多中资公司来到旧金山湾区落户 旧金山市市长李孟贤 在开幕式致辞中说 在中美两国的大舞台上 互联网金融合作不仅能带来精致的飞跃 在更多全球问题上势必大有可为 包括凤凰金融 领英 FICO等中美知名互联网金融企业 及互联网科技公司高层代表出席了会议 凤凰金融总裁张震表示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对中国投资者拘泥于房地产 股市和银行理财的投资方式带来了新的机遇 同时也为借款端带来了更高效方便的服务 传统金融企业其实他们也是有需要去利用更多的互联网 去增加他们对于客户的认知 去更好的服务客户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当互联网金融技术企业 与传统的金融技术和企业 在一起能够比较互相帮助的互利的发展起来 此次峰会以嘉宾演讲和圆州会议的形式 为与会者带来了网络金融领域的最新资讯 包括网上支付安全 打造共同工作空间 众筹和医疗革新等 凤凰卫视 气节 陆梦 英明 旧金山报道